知名学者赖月谦的女儿 三月份从法国返台 怕无形中带了新冠病毒传染给家人 想自费筛检却被拒绝 因为他不知道巴黎的情况怎么样 他自己情况怎么样 所以他很担心会传染给我们 所以他跟他妈妈住 你可以知道他们的压力有多大 几个月前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要保护家人和助理 从美国返台的他 也想自费筛检同样碰壁 直到疫情趋缓 指挥中心逐渐松绑边境政策 从15国入境台湾的短期商务人士 可申请自费筛检来缩短居检期 入境第五天或第七天筛查 取得阴线报告后 就能改为自主管理 至入境第21天 但如果只是旅游 返乡探亲的入境民众 还不能自费筛检 得居家检疫14天 呆好呆慢 针对在国内人士的自费筛检 从5月29号起放宽七大对象 有需求者就能到指定院所检查 等于全面开放 不过一次费用七千块 是不是一定要这么的高的价钱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可以再斟酌一下 必须要裁检 还要做检验 那这个医检员也都需要 穿防护衣来做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 相当劳心劳力的一个工作 那你要说 他们不止这个价 那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指挥中心有够呛 没人质疑医检人员的辛苦 但庄人像莫名暴冲 台湾不普筛 民众只能自掏腰包筛检 来确认健康 没有疑虑 记者石温县 邵玉民SNG小组 台北报道